好接下來就把畫面切換到我的桌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Chris的資產負債表的表格內容 那既然叫做資產負債表 主架構當然就是在記錄資產跟負債 這個表格在這裡 我有打五顆星 主要的架構在這裡 另外你還會看到五個附屬的表格 主表格的上面有四個 1234 最下面有一個 分別是 銀行存款及貸款 其他資產 例如像股票類的 第三個是我們一年會一次繳的 一次繳清的費用 一年一繳 第四個則是信用卡類別 那最後一個是 房子的 租金收入表 這個檔案我會把它放在網頁上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下載 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 去 自己修改 其實大家看一下我的表格 觀念都不難 我這邊就快速的帶一下 主架構的這個資產負債表 顧名思義這個表格 他就是用來記錄你每 一項的月支出跟月收入 注意單位是月 大家先看一下月支出的部分 裡面有火石費 停車廠租金 管理費 這些等等都是 像這些沒有太大 變化的 我們每個月的支出我們就可以 把金額直接填到表格裡面去 但是有些金額我們就 需要利用附屬的表格 幫忙算一下 例如說像 房子貸款這一塊 如果有兩間以上的房貸 就可以利用這個表格 我們把每個月要 每一間房子每個月要 還款的金額填上去 他會自動算出一個金額 那 試算表也會自動把 這個金額填到他相對應的表格 第二個需要計算的就是像這個 一年一繳的 A3這一項 有哪些呢 大部分我都是歸類是 一些保險類的 像 保險 房屋火災地震險 車險 或稅金這一類 他就是一年要繳一次 所以把這個填在這個A3的表格 得到一個我們年繳 的總支出之後 次算表一樣會把它 除以12然後填到 這個D 43這個年繳費用的這一塊 注意一下 他會除以12 因為我剛剛有講 我們單位是要用月 所以我就再強調一次 好 所以講到這裡我想這個概念應該算 算很清楚了 就是所有的附屬表格都是用來計算 然後把它填到這個資產付在表裡面 所以我有把這些 輔助表格填入之後呢 會跑到哪裡 結成三張圖 123 有興趣的人自己 offline可以 比對一下 這樣就可以把我們平均每個月的 支出 跟收入 確實的記錄在表裡面 大家記錄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來講怎麼運用 這才是重點 其實我相信有些朋友 也會製作類似的收資料 但是如果觀念不一樣的話 重點就會放在說 總收入減去 總支出後 的這個金額 也是不錯啦 但是不夠 因為 就必須還是要工作 因為收入來源大部分都是來 來自於工作 那工作一出狀況 收資情形就會出現 不平衡的情形 大家有印象聽到我第一段影片 提到我 這個表的中心思想是 父爸爸的財富自由 所以我們的重點當然就是 被動收入 大家都知道被動收入是什麼 簡單的說就是不用工作就會有錢 進來的收入 像是出租房屋的收入 房租就是被動收入的一種 所以在表裡面 在表 這個表裡面 我有把 被動收入另外計算成一格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表 真正的重點是 每個月 總被動收入 去減掉 總支出之後 得到了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才是真正我們要的 像我 我就是都時時刻刻 記得我的這個數字 以我 以我為例 我是一個超級不喜歡被錢追著跑的人 我很不喜歡束縛 可能是水瓶座吧 所以當我 我這個數字是負的時候 我這個數字是負的時候 我常常就會 一段時間 我就會去檢查我的月支出 我的月支出這一塊 看看是不是有可以節省 例如說我們可能電話費要少打一點 或者是 第四台乾脆就不要看了 反正現在網路都可以看了 這些是不是都可以節省 我舉一個實際案例好了 就是在那時候 有一年就是這樣 就是 我偶然發現 我的 電話帳單裡面 中華電信帳單裡面 每個月不知道為什麼會多收10塊錢 那時候 印象中好像中華電信是把它列為 是什麼什麼東西的租金 我現在忘了是什麼 啊可是因為 電話的申請人 是我媽 可是我媽那時候她已經過世了 我為了要節省這10元 我還是打電話去給中華電信 電話他們負責人就一直在那邊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處理的真的好久 可能 我想好像印象中真的蠻久的 半個小時以上 處理好久 才解決 所以我老婆那時候他還誤會我 他說 你幹嘛 為了這個10塊錢都這麼計較 這麼小氣 但對我來說 那個是 關於我讓我的月支出變小的態度問題 並不是小氣 所以 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再來關於 增加被動收入這一塊 我做法就不多講 因為這個 會講很久 會讓這個影片 太長看不下去 但是 我相信認識我的人都知道說我常常是在想有沒有什麼 生意模式 賺錢模式 腦境真的是一直都 一直在動 動個不停的 就是一直在想這些 東西 只要 只要我可以產生 被動收入 我都願意去 做做看 你們 你們可能不相信我有些朋友知道 我還有賣過 積木 像現在林小仔他在玩的那些積木 那就是我以前 從 從 外地進口進來 然後用來 做生意 嘗試看看 所以現在想起來真的是 很好玩 所以 說到現在 你們可以 發現 就是說 我經由 這個試算表 總被動收入去減掉 支出 得到了這個 這個數字真的是對我影響 很大 我就是這麼一直在努力的做兩件事 增加被動收入 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因為我知道 當我這個數字 從 負的 現在看到 2008年的時候 從負的 只要翻成正的那一刻 就是我 財富自由的開始 這就是 這個數字對我的改變 所以最後如果您覺得不錯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網址 把這個檔案下載回去 分享給大家 謝謝 訂閱 金額 ? 好 要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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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